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今天早上吃饭要早一点 六点半 因为 新年级的和九年级的学生 七点就要考试了 所以说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吃饭 下一场考获学 来 现在我另一张卷子 平安了 我先赶快 然后把试片做一下 一会儿总学生做完了之后 我和白老师收下一个小时 把这个卷子先改一改 如果能改完 然后我就回家 如果改不完 我就不懂了 我不是也没有确定我到底回家吗 我还想着今天中午的时候 还想着要不要抓救 我先做一做战 我现在把这张卷子做完了 有点难 我的琴选的真的有点难 有点让我弯 而且 而且都是有一点比较新鲜的题目 特别是后面的大题 说简单吧 有一点简单 说难吧 就是稍微考虑不到 就是做不出来 他考的就是 就是给你规律 然后让你自己去写的 这一类的题 这一次考 四十多分应该不会多了 好点了他 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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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分 都是四分 都是四分 我赶紧给他说 一二三 一二三 三个第一做三 一 这个都做一个 三号的左右 一二做三 来吧 简单的话 改了吧 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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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对吧 他们几个的 我只知道一号和三号 另外的他们几个是 在几号 然后我没记轻 先改一号和三号 两个小小的成绩 有一个小小厅 搓了三个 一个小厅 也搓了一个 改了我心里面都可紧张了 我实在都行 改了 你看翻一圈有起历 翻一圈有起历 翻一圈有起历 唱不表的呀老婆 翻一圈不表是吧 翻一圈有起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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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表 改吧 你给我起历 不是哪里了 一号 啊 起历了吗 小黎老师生气了 等待着做成绩 三号的成绩已出来了四十四 不做吧 吃它一碗碗盖吧 没了 干过 你盖盖着你我盖着你啊